昨天发生了一起寡曾事故 再次与大家分享一下处理的过程 可以看到这个路口的交通状况还是有点复杂的 所以我并不是非常着急起步 等眼前的红车开过 我开启了辅助驾驶 车就加速了 辅助驾驶带车道保持 右边的这辆白车明明前面有挺大的地儿 它也没有打转向灯 但它就是要过来 蹭着之后白车没有打双闪 没有靠边也没有减速 难道这是要逃逸 我就往右边靠 开始逼停它的车 因为有行车记录仪 所以现场照片就免了 我们需要的是赶快记录我们双方车上的好记 可以看到它的车叶子板被给挤扁了 我的车塑料就被蹭掉漆了 轮毂也有点花 经过简单的沟通 白车车主认为它在执行并不是它的权责 所以我们报了交警 在等待交警的过程中 我们把车挪到了停车场 那边那个红绿灯 四条道最右边是右转 然后我在这条道停 它在这条道停 然后我们在开过路口 过了斑马线之后发生寡蹭 因为它从左边第三条变到左边第二条 就是我的这条车道 然后发生寡蹭 然后就蹭到了 蹭到完了之后呢 它认为不是它的责任 然后我们就只能等交警了 您看啊 等红绿灯的时候 这是第一条 这是第二条 它在第三条 这个右转是第四条 然后绿灯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往前走 然后它从那边挤过来 我的车有车道保持 然后就撞到 你从那条道过来了 在现场我们看了双方的行车记录仪 但是它依然认为它那个不叫便道 是直走 它要求去交警队去查监控 我们两个刚才在高架桥那边发生寡蹭 然后就是在那个装饰城的门口 斑马线那 然后他要过来看监控 有行车记录仪 然后他看完了看不懂 我们两个再分别把行车记录仪 展示给警察看 无数的磨叽 我们双方的分歧就在这个直走上面 什么叫做直走 你看它这个时候才开过来的 人家一直在走这条 中间这条道里应该是走这 右左边这条道的 但是你中间它是没有线吗 我怎么知道我走哪条 我不能我不能不能变道 就算我有 就算我有变道我也不能 还是要求看监控 我们就看了监控 明显的是变道过去了 无数的磨叽 无数的磨叽 一开始就从这里划过去了 怎么就说不通呢 磨磨叽叽没完没了烦得要死 就这么简单一个情况 叽叽歪歪了那么久 我实在是有点烦了 然后我说你变道没有打转上灯 是不是非得让交警给你开罚单 你要再废话的话 这个罚单开定了 你赶紧认全责吧 你认不认吧 然后他就开始了报保险 在家警队等着他报保险 大概又磨叽了一个小时 然后他加了我的微信 我跟他说你报好了 把报完号发给我就可以了 我去修车就行了 然后我就回家了 没想到事又来了 我刚进小区把车停好 还没上楼呢 就收到阳光保险的电话 说他们看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 不认全责 让我去交警队开事故 责任认定去 我心里那个气啊 我的交警队门口等了那么久 你们不知事 等我回家了 现在屁事来了 吃吧 蹭完定损员之后 定损员加了我的微信 我把我的行车记录仪视频 还有我的分析发给了他 我们还消除了误会 是他才收到这个案件 之前是由其他人处理 才派给他 所以并不是他故意拖了 那么长的时间 之后我拿到了报案号 这个事故就算处理完了 下一步就是我拿着报案号 去斯莱斯店修车就可以了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寡曾事故 愣是从十点半发生 搞到将近两点钟 我才到家 实在是太耽误时间了